刚看完海王2啊,温子仁的这个调调啊,他跟其他的超级英雄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,他跟那个DC之前的暗黑风都不太一样,他是那种非常光怪陆离的感觉,所以海王1的时候这种感觉,海王2非常好的延续了这一感觉,所以不管是海底的怪物啊,还是那小岛上的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重重啊,都挺吸引人的啊,故事嘛,并不复杂啊,也挺简单啊, 最后又是兄弟齐心,齐力断金,但是两个小时没有什么冷场啊,一直在不停的打打打,然后3D呢,虽然是转制的,但是3D确实比2D感觉好像更刺激一些啊,所以建议大家冲3D场啊,据说MX的效果会更好啊,应该是视效方面这个片子绝对是今年最佳,没有之一了,甚至比这个银河护卫队3在视效方面都要更好,这个片子我觉得喜欢大片的啊, 那就那就上吧啊,像这类片子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故事性的需求,他只要把故事完整的讲出来就好,不要像那个经济队长二一样,讲的乱七八糟啊,但是这个跟海王一的故事关联性还是挺强的,所以建议啊,没看海王一的,你再复习一下啊,或者是忘了怎么,忘了之前什么内容的,再复习一下啊, 好,对了,很多人关心这个Amber Heard啊,就是那个海后梅拉的戏份是不是被减了,我能看出来很明显的是减少了他的戏份,几乎把他的对白都减掉,有些辅助性场合需要他出场的时候他出场,但是他不怎么说话,倒是出场次数挺多,但是肯定是对白被减掉了不少, 所以这个片子的片长也不长啊,将近两个小时而已,片尾有一个彩蛋啊,最后字幕之后没有彩蛋啊,可以不用等到最后了,喜欢海王的朋友,周末走起吧